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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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上來支持就是歡迎署長報告 署長要喘一分鐘 我想讓署長喘氣一下 因為周教授請我來 目的是控制時間 他已經交代我兩次 就是報告人只有十分鐘 然後語談人只有六分鐘 可是他沒有說我可以講幾分鐘 不過我不要開始講 因為我講通常要六小時 那我想等一下蔡署長如果喘口氣OK 我就把棒子交給蔡署長 那其實事實上碳費這個我覺得 剛才我們的標題是跟永續治理 因為其實經濟永遠是驅動力 那包含碳費碳稅或是 當我們現在是碳費 跟將來的碳權交易市場的價格 我覺得都有聯動關係 甚至跟國內的低碳轉型 跟國際的貿易也都會有聯動 所以坦白講雖然是碳費 可是事實上 它影響的層面非常廣泛 那周教授長期很關注這個問題 所以也很積極在年前就開始 籌劃相關的這個活動 那很開心在今天有現場這麼多人 那我覺得也滿好的機會 可以大家針對這個問題 把大家的疑慮或是大家不清楚 藉由今天邀請這些專家 可以做一個溝通 那大家可以意見交換 我覺得台灣很需要政策的 不要講辯論好了 政策的溝通 然後把大家的疑力跟看法交出來 然後互相協調 然後形成最後政策的支持 現在都談科學基礎 所以所有的包含社會科學 自然科學都要科學基礎 那這科學基礎 其實科學就是可以推翻才叫科學 所以單一個教授講的都不算 所以要很多教授共同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今天是一個很好的場合 那我想其實 蔡署長應該OK吧 好 那我接下來就歡迎署長來做報告 謝謝 周教授還有我們這個場次的主持人 孔老師 那還有等一下的蕭教授 還有各位專家 各位先進 還有我們環境部的市次長 還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午安大家好 那麼今天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環境部就目前有關探費的推動 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不過因為我們只有十分鐘的時間 那前幾天遇到蕭老師 蕭老師說十分鐘很短 我還自告奮勇說 老師我五分鐘給你 好 那我現在就很簡要的跟大家說明 那我想關心碳定價議題的 各位朋友應該都了解 如果依照世界銀行每年出的統計報告的話 目前國際間在主要實施的碳定價機制 那麼最主要就是碳稅費 或者是總量管制排放交易 那麼實施的國家分別就是37 國家或地區37或36個 那麼當然 因為每一種的計算方式會不一樣 所以碳價水準其實是有一個蠻大的差距 那我國的碳定價其實這一題大家都不陌生 從最早民國95年開始 立法院就有這個能源稅條例的提出 到行政院的討論 那其實經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甚至到了我們在2020年在行政院核定的能源轉型白皮書 其實我們國家對於能源稅政策一直都有在討論 但是還沒有辦法付出實行 那當然它的主管機關是財政部 可是它影響的層面確實比較大 那這個也還沒有獲之共識 2015年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在制定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就參考了包括像歐盟 那麼用總量管制跟排放交易的方式來訂進來 所以當時的溫管法裡面確實也有 總量管制跟排放交易的機制 那環保署也依照這樣的一個法規 開始去進行我們國家的排放源的盤查 登錄查驗 所以這些工作事實上已經開始做了 但是我們就面臨到一個我們的排放源集中 再加上當時溫管法對於公用事業 它要怎麼樣來參與總量管制的機制 其實是各部會之間存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總量管制排放交易機制 在那一段時間內大家也還沒有辦法獲之共識 可是國際間對於使用碳定價這個工具 來作為加速減量其實已經是一個共識 而且它的力道越來越快 越來越重要 在這樣子一個討論的前提之下 我們在修溫室氣體減量管理法的時候 提出的碳費這樣一個機制 從排放源這邊來收 那當然排放源收它就要有一個很好的基礎 就是MRV 就是對於這些排放量的掌握 那這也是因為我們之前在2015年溫管法時期 有這樣一個基礎 所以氣候變遷因應法在去年公布施行的時候 社會各界應該是說有一個共識 就是台灣碳定價的這個工作刻不容緩 但是我們要穩健讓這個制度先行 那就先讓碳費先行 但是我要跟大家強調就是 我們同時也要開始來進行 我國中長期的碳定價的策略 那這個是氣候變遷因應法裡面 對於徵收碳費最主要的法規法律依據 就是第28條 但是各位注意到它的前提就是 要達成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 跟各階段的管制目標 所以我們徵收碳費的目的 不是為了裁員而是為了要減量 而且必須要符合佛家的減碳路徑 那在這個條文裡面有一個大家 也會有在當時在律法 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 對於電力業它的碳排放 那麼在這個條文裡面它的規範就是 這個電力業的直接排放 是跟這個消費端來收 那它自己本身可以扣除 同時有關費率的定義 就是要有費率審議會 那麼去審酌包括國際的碳定價實施情形 還有我國的產業競爭力來研議 那大家知道說收碳費 那難道就是只是收錢嗎 其實在當時在討論 氣候變遷因應法的時候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一個工具 可以達到國家減碳目標 所以就另外也參考了 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 我們定了一個 如果這些被徵收對象 他願意自己加速加大來減碳 那麼減到就是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的 這個目標的話 那麼他可以適用優惠費率 所以很關鍵的就是說 這個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的指定目標 那麼一定要定的是符合國家減碳路徑 或者是參考在當時在立法院討論的時候 那也有提出來說 可以去參考國際間的這個SBTI的倡議 但是重點就是說 這一個指定目標 他必須是要一個很明確 而且是符合國家減碳路徑的 那麼讓這些碳費徵收對象 提出自主減量計畫來適用優惠費率 所以我們的碳費的規劃工作 事實上去年2月15號這個總統公務施行之後 其實環境部就開始去研擬了這些相關的配套 相關的做法 那也開始跟各界去溝通 那很多人就開始去想說 第一個 第一件事情我們一定要先去釐清 到底誰是初期碳費會被徵收的對象 那因為我剛剛有報告 因為我們是從排放端來收 所以我們一定要建構在這個MRV的基礎之上 那目前我們規劃的就是 以目前電力跟製造業2.5萬公噸以上的 這樣子的一個排放源來收 那當然未來會朝著分階段來實施 那大家比較關切的就是 這個費率到底要定多少 是一般 那按照剛剛的說明 我們未來會有一般費率 跟提出自主減量計畫 達指定目標的優惠費率 所以會有兩種 當然我們也參考了國際間 現在國際間對於實施探定價 會有這個在過渡期的的一些相關的做法 其實很多的機制 那當然現在我們也正在討論 就是在這個費率的訂定的時候 那跟國際間這樣子 整個去做一個參考跟這個接近 所以就會有一些相關的規劃跟配套 那包括就是說 有一些大部分實施探稅費的國家 他對於某一些這個排放源 他可能沒有收 然後實施ETS的國家 他們對於高碳洩漏風險的產業 他們在有一個符合標竿 然後他也有一個高碳洩漏風險的 考慮的一個免費合配 當然這都是別的國家 他們在制度上面的設計跟考慮 那在我們氣候法裡面的話 我們就會有我們的指令目標 然後這個減量目標 那甚至有一些國家 他也有用國內或者是國外的 這些自願減量的額度 來抵減碳費 那所以我們在整個做 整個制度設計的時候 其實要很清楚的跟大家報告就是 當然收費對象跟費率 就是我們的基礎 但是國際間在推動碳定價的這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我們也有納進來考慮 那有了這些基礎之後 我們就來看我們自己的排放結構 我好像十分鐘到了 有誰會提醒我嗎 兩分鐘 那我要講快一點 那我們的這個排放結構就是 目前因為我們有做盤查 所以這個盤查出來的這個左下角 我們會有第一批跟第二批就是佔77% 那這7%就是整個國家的排放量 其實我們都有掌握是從哪一家排出來的 那麼在這裡面我們有盤查的這個兩億多噸裡面 其實有57%是來自於電力業 那再來的話在製造業部門 我們也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說 有9600萬噸是來自於製造業的直接排放 其中這個5000多萬噸來自於用電 那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排放結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說 在這裡面大家別關心了 2.5萬噸以下的有50家 那麼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我們來看最下面的 200萬噸以上的有11家 而這11家其實就佔了這些被盤查的這個排放量的 將近這個45%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的這個11家 其實是佔了這個未來被收看倍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比例 那這個是我們過去前一陣子提出來跟大家談的 就是我們在設計這個起爭點的時候 其實有3號像所得稅還有我們其他的環境稅費的一個 就是環境保護的這個收費的規劃 就是有一個起爭點 那原先我們在今年1月3號 也就是各位可能朋友大家會很關心的 我們有提出來說一個2.5萬噸的這個起爭點 其實我們的規劃是它會隨著未來徵收對象的擴大 那麼到2030年它會主期的下降 一開始我們先來規劃當然這個大家可以討論 我們現在是想說以2.5萬噸 所以我們就舉一個以紡織業來看 紡織業總共被盤查全國有41個工廠 是落到這個徵收對象 但是其中我們如果以3萬噸來看的話 低於3萬噸有18家 那麼其中又有9家是屬於小於2.5萬噸的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基於這樣子一個產業之間的一個考慮 然後制度的推動 我們規劃是初期用2.5萬噸當起爭點 那當然這個會隨著時間慢慢的 也許我們就把它往下推移到1.5萬噸到1萬噸 這個是目前在制度上的規劃 所以我們制度減量計畫就是目標以2030年 然後希望說藉由這個每一個受徵收的對象 採取各樣的可行的這個減量技術 不管是燃料太換能源效率提升 使用再生能源等等 那目的就是希望引導這些工廠能夠加快加速減量 那我們現在大家關心的這個費率呢 其實它也不會從2024就混到2030 所以我們現在的規劃它會有一個起徵的趨勢 那這個是目前的這個試意圖 那當然未來會到這個費率審議會進行部署討論 那最後其實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除了這個被徵收對象之外 那目前我們也鼓勵其他用這個自願減量的措施 但是對於減量額度的使用 我們會非常的小心 尤其是國外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很清楚的跟這個台灣探教所講說 它現在上架的那些基本上是不能夠抵探費的 這個我們要這個訊息先跟大家講清楚 而且我們也提出一個想法就是 最後我要跟大家報告 就算因為現在我知道說 我有很多的企業很想去買國外的探權 那我們現在是想在第一個時間點先外界去講說 你不要去老是想著去買國外探權 就算你買了未來 假設我們訂了國外額度的任何準則 應該也不會 環境部的立場是不會高於新加坡的5% 那我們希望很清楚的把這個訊息釋出 讓國內的減量就是認真減用力減 而不要老是想著去買國外的探權 那我想我先把前面的引言報告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主席各位大家好 台灣時間只有10分鐘 那在蔡主長的報告之後 她已經把這個制度的規劃都已經講過了 我們正講了幾點的意見 那上週六也有這個 上週六也有這個機會跟 跟部裡面一起來討論 好下面我就講兩點 第一個是相關的法規 只是把全部都讓得很快的跑一遍 然後再來就一些制度上需要建議的一些地方 法規第一個是氣候變經應法第五條 第四個原則 那麼第27條是關於國外減量額度 那這個剛剛蔡主長講到這個 比例是多少 這有待決定 再來最重要是這個第28條 剛剛蔡主長也講了 那裡面沒有展現的就是第四項 就是說這個徵收的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OK 所以不需要去會商經濟部 應該整理就可以了 第29條 這是關於優惠費率 剛剛也都講了 那麼 那這個優惠費率的定定 和前面這個第28條的探費的徵收辦法 探費徵收辦法或是探費徵收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審議會 這審議會是在審議會是在第三項 第三項的費率審議會 這費率審議會它呢 它是要來審 來決定這個 這個 證收的費率 但是它並不能夠決定 它只是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公告 所以這是一個顧問性的一個機構 OK 那這個它只決定 來審議這個費率 審議費率 這裡面就沒有包括這優惠費率 當然優惠費率是在29條 所以是由環境部在考量這個來決定 OK 好 30條是這個減量額度的使用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然後在31條是 我特別提出來31條 因為 剛才蔡處長的報告裡面講到 為了要避免碳洩漏 所以需要很多的配套措施 那配套措施 事實上基本上都是一些補貼的措施 可是我認為最好的一個 避免碳洩漏的措施就是這個 這一條 31條 31條就是台灣的C-Bank 台灣的碳邊境稅 雖然這個制度 當然就靠這一條是無法執行的 是沒辦法執行 裡面還有很多的缺陷 有很多的需要修改的地方 那 市市長是專家 是這個問題的專家 應該 所以如果要 而且要能夠讓我們的被收費 被收碳費的這些產業界 能夠說 覺得比較公平 會比較 能夠跟國外的這些競爭者能夠競爭 那麼這31條是跟28條要同時執行 要同時執行 就碳費和這個碳邊境調整機制 應該要同時執行 當然現在來不及了 來不及 因為這個修法要好多年了 好 不過就是 這樣子一個建議 然後33條是對於收費和收入的使用 用途有這些 那其中紅色的兩點 都是所謂的 都是一些對於事業單位的一種補貼的一些措施 那也就是剛剛講的一些所謂的配套措施 好 那 回顧這些制度 那麼我們這裡歸納出來 這個制度的特點 是採取下游課稅 下游課徵的方式 也就是說 針對這個事業的場所 它的直接和間接的排放量總和來課徵 這是現在的規劃 那它不是上游課徵 上游課徵是怎麼做呢 上游課徵是對化石能源 它分成兩部分 一個是化石能源的燃料燃燒排放量 那這部分就直接對化石能源的使用量來課徵 那台灣的化石能源使用量 是都已經掌握得非常清楚 因為全部都是進口的 全部都是進口 所以化石能源的進口 那當然有一部分原油 有一部分煤炭 不是作為燃料使用 例如說在石油化學工業 或者是鋼鐵工業 那些就扣除 那麼其他的就在進口的時候 或者是出廠的時候 像汽油出廠的時候來課徵 那這個做法呢 事實上就是現在的 油氣對貨物稅的課徵方式 方法是上游課徵 非常容易非常簡單 已經有非常多的這個 做了幾十年了 那第二個是製程排放 製程排放 那麼主要就是針對一些高排放密集度的 然後它會的這種製程 主要就是水泥還有鋼鐵 有些製程還有一些可能石化 還有一些製程的排放 那麼這個的話環境部 已經在這個盤查登錄的那個辦法裡面 已經全部都掌握了這個數據 所以說針對這兩個來課徵 那然後這裡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第二點就是不對上游電力業者課徵 它只對下游的使用者 電的使用者 電的消費者 來課徵它的間接排放 間接排放 那這個這裡面 這樣子做 會增加交易成本 會增加執行的成本 因為是直接排放 要間接排放都要知道 那然後還更重要一點就是 你看到這裡 不被課徵的部門 很多 包括電力業者 電力業 它是最大的一個排放 結果它不用課徵 它不課 它只課它的廠內用電 廠內用電 那最重要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大的排放源就是 運輸部門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這一點是一個非常 這個需要修正的一個地方 當然還有駐商部門 像我們這個大樓 這學校全部都免繳探費 101大樓免繳探費 住宅 商業大樓全部都免繳 所以另外當然還有很多的中產企業 好 那 再來 所以 那現在另外一個制度就是 探費的收費辦法 那麼現在是根據的是 在今年1月3號的那個 一個長 一個簡報 一個簡報 其實還看不到條文 只有這幾點 那麼第一個 就是盤查 它是要應用盤查 登錄 及查驗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這個排放源的 這個資料 來徵收 OK 那先做盤查 這個剛才 蔡書長也講過這個盤查的結果 然後呢 利用這個符合盤查的對象 要備盤查的 根據那個對象 然後再加一個條件 年盤放量 大於2.5萬噸的 製造業 和電力也才可以得到 所以兩個條件 OK 好 那 然後下面一點就是 碳費的應徵收的費額 我們看到兩個版本 一個是去年的12月29號 環境部的網站上面的一個 一個 一個附件 是排放量 乘以收費對象 收費費率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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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到1月3號 就隔了幾天 1月3號 就看到的是 排放量要先減到2.5萬噸 OK 好 好 那現在我就把這個 盤查登陸的這個辦法 放在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盤查登陸 它有兩類 一大類是這個 發電液、軟體液、石油、鏈製液、 水泥液、半導體液、 液晶、薄膜電晶體的液 那這些所謂的高 排放密集度的產業 它是 全部 都要盤查 大大小小都要盤查 那 有這個2.5萬噸的這個限制 是下面最後兩個 一個是 各行業裡面的直接排放量 直接排放量 大於2.5萬噸 另外一個是製造業的 直接加間接排放量 大於2.5萬噸 所以 現在 所以它是兩個事情 一個是盤查 一個是收費的對象 那現在盤查 加上用這個 收費對象用盤查的資料 盤查的得到結果 可是加上一個條件 2.5萬噸以上 那我認為這個是 那我認為這個是 這是一個 一個所謂的 抓到放小的一個做法 那可是因為 要2.5萬噸 所以呢 那這個收費 收費呢 所以就收費的 排放量就先減到2.5萬噸 那這個理由在哪裡 所以說 因為我同一個產業 那2.5萬噸以上的 要被收費 所以 那 然後 就一大堆的這個 理由 就說 這樣子的話 剛剛大於2.5萬噸 一點點 跟小於2.5萬噸 一點點 就不公平 OK 好 我們沒有時間了 總之 這實際上是 兩件事情 把它放到一起 很簡單的一個做法 就是 碳費徵收對象 就是 符合盤查對象 就解決了 就解決了 為什麼要先 徵收對象 要減掉2.5萬噸 為什麼要減掉2.5萬噸 那減到哪裡呢 就是 主要的就是 這個 那個 就是一些比較 比較 這個 小 比較 那麼沒有高 排放密集度的產業 像說 紡織業 紡織業 就有 對 可是事實上 紡織業 按照這個辦法 紡織業的 小於2.5萬噸 是不用盤查 按照這個 它在這裡面是屬於各行業裡面的 這個直接排放量 要大於2.5萬噸以上 才被盤查 OK好 一再 好 我這是一個統計數據 然後最後我就講幾點 好 我認為 這樣子去做 好 就是有這2.5萬噸這個 這個免費的一個額度 這顯示出來一個 我們上司的這個 執行這個 汽油變遷的一個核心價值 這樣子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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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態度 一個態度 我們上司的這個態度 我們政府上司的這個態度 OK 我們做要有這法律執行 可是呢現在就可以打折打折打折 那就是一種態度問題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是 沒辦法 沒辦法寫到法律裡面 可是呢 我們知道法律 立的法就要執行 law and order law and order OK 好 那然後 再來就是缺乏公平性 我剛剛講的這一點講了 最後的話就是 這裡再講說這個這個有這個契機有改善的產業轉型的這個契機 主要就是來自於這個 麥克波特講的 嚴格的環境管制會促使創新進步 不要把它當為是一個負面的對產業的發展是一個負面對經濟發展是一個負面的做法 不是的 良好設計的環保制度 不但會改善環境品質 而且會增加國際的競爭力 講這兩句話 好多篇文章有很多的實證研究的結果 好 好這個地方我大概都講過了 好 就不多說 那 好 所以 我認為現在的這個貪費徵送辦法是一個 是一個下游的課徵 那麼不對這個電力業運輸業 那在這裡面我覺得可以修正的 是運輸業 好 應該要加進來 好 最後 認為要最後在第六點的話就是說 我們這些碳邊境條的機制 是一個最恰當的為了避免碳洩漏的一個整特工具 那麼如果我們用這優惠費率或其他的避免碳洩漏的各種的補貼措施 反而會降低這個低碳轉型 降低低碳轉型的這個投資的這個優惠 那另外呢 現在的規劃的收入的運用呢 會造成所得更不公平 好 這是我們很清楚的一個研究的成果 好 所以建議呢應該改為碳稅 好 那這個在課政的時間就用上游 那麼 這個 所以我們應該趕快來規劃這個 最後一點來講一下 碳債 不過沒有時間 不過就是說 碳債說我們這代人對未來的 欠了一個債 我們必須要還債 所以必須要用碳稅的收入 來成立一個基金來做這個事情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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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教授 在很簡單的時間 雖然超過時間 不會很乾淨 盡力而為 那我們接下來還有四位語談人 然後 我們可能 也是控制在每個六分鐘 好 那請四位語談人可能到上面 好 我們現在邀請所有的語談人 以及剛才兩位報告人 還有主持人共同上台 我們這次的語談人 有環境部的施文貞次長 水泥工會代表 台泥公司的邱玉文資深協力 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林彥廷研究員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世忠前資深副總裁 主持人是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洪慶斌教授 現在我們將時間交給主持人 洪老師 那 師傅慢慢來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就是語談時間 等一下應該還有盡量保留一點時間 讓現場可以有點發文 那接下來語談我們就邀請四位語談人 然後每一位六分鐘 那這邊其實 這邊工作人員還是會做提醒 那首先我們邀請環境部施次長 來語談 周老師還有我們這個蕭老師 蔡巡長還有我們同一個panel的語談人 如果今天我是施老師 我就跟童老師一樣講六個小時 但是講六個小時 我的課沒有童老師那麼有趣 大家會在下面睡覺大呼看手機 那因為這個現在變成在公務部門服務 那所以我們盡量就是都遵守規則 像剛剛蕭老師所說的law and order 所以六分鐘之內 我們一定會講完 我想剛剛蔡巡長有把目前 我們對於碳費規劃的一個方向做一個說明 那蕭老師有把整個國際碳定價制度的基礎的理論 還有目前對於我們初步的規劃的一些制度的element 我們認為有哪一些不足的地方做一些評論 那我覺得我大概很簡單講幾個觀念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現在要達到2030年 NTC所宣示的24%加減1 這樣的一個目標已經有困難度了 但是我們跟國際上在去年的COG比起來 或者是IPCC所要求的40%的價錢可能還要再努力 但是就是說在整個減碳的政策工具上面 其實我想要講第一件事情是碳費並不是唯一的政策工具 那政策工具也不僅限於有碳費這種經濟誘因類的 我們可能其他經濟誘因類的補貼 特別是有一些很有發展潛力有助於減碳的技術 它確實在初期會需要政府有一些的補貼 但是我們也會可能有一些管制型的工具 比如說我們會先從碳足跡的標示做起 那也鼓勵大家可以用低碳的產品 那如果我們現在先初期以碳費為一個先行的碳基加政策工具 其實像剛剛蔡署長報告或者是蕭老師所提到 我們在整個碳費的制度裡面以臺灣來講 我們選擇是一個比較困難的課徵的對象 就像蕭老師所說的 其他國家課徵碳稅其實它整個這個cost pass down 的 signal 是很強 而且如果我們是針對燃料來收碳稅 要設計邊境調整的制度是相對的來說容易很多 因為邊境調整你跨邊境的是產品 但是我們今天選擇的這個碳費徵收是救援科 我們是針對排放量來科 那針對排放量來科其實理論上來講 它也最符合碳費的這個碳定價的精神 因為排放量一噸多少錢 它的這個價格的signal其實最正確 但是選擇以這個我們在講這個整個碳費的配套制度上面 其實我們整個 其實我們的團隊一直在強調的是說 碳費並不是一個財政的工具 它應該是一個減碳的工具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 當我們選擇碳費先行的時候 我們會搭配有自主解量計畫跟指定目標 因為重點還是在於 透過優惠費率這樣的一個誘因 我們會希望說這500多個排放源 排放的這個排放的源頭 他們會盡量或及早開始去做減量 我們希望看到的其實是減量的一個效果 那也因此就我們在整個碳費的制度設計上面 其實費率是其中的一環 我們反而會需要很強調的是如何透過指定目標的這個延商 然後透過這個自主解量計畫的審核 我們讓這500多個排放源 其實真正開始動起來想要減碳 而不是想要繳費了事 所以我們在看這個整個碳費制度的設計 我們大家知道各界很關心的是費率 特別是就收費對象而言 他們需要做這個財務的規劃 這個我們大家也都很認同 但在理解費率的同時 其實我們也更希望傳達一個訊息 是這500多個初期的排放源 我們可以鼓勵它有指定的減量目標 然後透過自主解量計畫來去審查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規劃的同時 其實就剛剛蔡主長有提到 我們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這些配套措施 我們看各個國家的這個狀況來講 它初期都是為了因應轉型的過程當中 受管制的對象 它會需要有一些這個compliance的彈性 那有一些過渡期的措施 其實是這個面對一個完美措施 很難執行的狀況之下的配套措施 我們以蕭老師所提到的 邊境調整的制度為例 因為我自己從這個國際經貿法的角度去研究 邊境調整措施 我們知道說它的爭議性其實會相當大 因為如果你不是用這個產品別 在產品身上來設計進口的產品 要承擔跟本國的產品同樣的這個財稅或非財稅的負擔 你很難去設計一個所謂不歧視的這個制度 這也是為什麼如果以歐盟來講 歐盟的這個caventry 2005年就開始實施了 那2005年實施到現在 它才開始去進行它的這個所謂的邊境調整措施 其實它早在這個2012、2013年就曾經想要針對航空業 外籍的航空業也要加入它的這個caventry 為什麼它挑那個 因為很簡單 WTO在航空業其實是被排除掉的 所以它也很聰明的挑選了一個國際經貿法制沒有cover的 但是它那次的temp也不成功 因為各國群企反對 但是它這樣的一個策略 讓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現在有推出Corsia 就是國際管制就出來 所以我們去看說 這整個這個碳費的調整的這個制度 其實高碳洩漏風險的處理 確實用邊境調整是最好的 那只是我們會考慮到 因為你收費的對象不太一樣 你要設計一個很理想的邊境調整制度 有一定的困難 所以其他的國家才會有相對應的這個配套 所以我想以上我大概 convey the message 大概是這兩個 好 謝謝 謝謝區市長長六小時 簡短到六分鐘做介紹 那我們接下來是 請水泥工會代表邱逸文資深協理 請 主持人 各位長官 各位貴賓 大家午安 我是水泥工會代表邱逸文 全球盡營的這個碳排趨勢 跟碳有價時代的來臨 這個是已經是無可避免 水泥工會各會員公司 這邊會配合國壓政策這邊在走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基本上水泥工會這邊還是有兩個主要的一個訴求 第一個就是大家剛剛講的公平性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公平性大家方也不是講 大家全部都要講這個碳費 而是水泥業者 我們是希望說進口的水泥跟熟料 能夠一併的來做一個徵收 那這一塊是因為 因為歐盟的這個西泥 主要就是在預防這個碳洩漏 那我們的政府也是鼓勵我們業者 相關的業者要提早去應應 那如果這個國外進口的這個不同步去徵收 那就形同一個很大的一個碳洩漏的缺口 那台灣一整年大概水泥用量大概一千兩百萬到一千三百萬噸 那我們的進口的水泥熟料大概佔了二十五個percent 大概是兩百五十萬噸左右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公平性的一個原則 在進口的水泥熟料這一塊 能夠一併的來實施 那我們其實我們現在還沒有很明確 可是我們基本上明年要收 那原則上是今年的一月就開始在計算 這一塊對我們水泥業的會員工資的衝擊是 比較大也存在這個不公平的一個競爭 而且水泥業是世界公認的最佳的一個城市淨化器 它也肩負了我們的循環經濟的一個推動的一個發展 水泥業國內大概一年大概有 大概兩千多萬噸的一般食業廢棄物 那水泥我們的水泥會員這邊大概一年處理了大概兩百二十萬噸 大概在我們台灣一般廢棄物大概十個Percent左右 那如果說進口的這個水泥業者 他們沒有肩負的這個協助處理 我們台灣的這一些循環經濟的事物 然後又等於低價競爭 這個是非常的不公平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於國家的這個法規面 要適時的一個修正 因為我們常常都在講說 拿歐盟的來跟台灣對比 可是大家知道嗎 台灣水泥業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嚴的 CMS-61的水泥規範在限制 尤其在綠離子的方面 台灣的綠離子規範是240ppm 那我們常常一直在拿歐盟的來比 歐盟是一千個ppm 日本是350 那很多我們現在東南亞進口的一些國家 它基本上有一些是沒有限制 那我們臨近大陸是600ppm 所以這個法規面 就是限制了我們水泥業者的一個減碳 然後同步我們又要開始再徵收 這個也是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我們是希望在國家的規範這一塊 也能夠適時的來做一個修正 那當然這個還有相關的一些 比如說這個公共工程的施工規範的一些綱要 這些很多都是限制的 我們水泥業在做低碳轉型的一個限制 我們希望說相關的法規能夠一併的來做一個修正 那時間關係大概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邱協理的意見 那是不是我們接下來請環境權保障基金會 林彥廷的研究院 感謝周老師主辦單位跟各位 與會先進 我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林彥廷 這邊先還是先簡單回覆一下 剛剛那個邱協理的一些意見這樣子 那第一個我們認為說就是在企業就是在談說 沒有辦法減碳這件事情或者甚至有碳泄漏 或者是標準非常嚴格這件事情 我們覺得這其實都是一個託詞 那現在我們其實碳費最大的原則我們認為說 其實是外部成本內部化的這個思考這樣子 那現在說要面對進口的這個水泥業的這個低價性效的部分 我覺得相信 我這邊可能沒辦法代表所有的環境人具 但是我們大概也不會去反對說 台灣的這個碳邊境稅的這個建立 那假如水泥業者 我們今天很認真地在思考這件事情 那水泥業的政策環評 假如未來是以內銷為主的話 那外銷就把它收起來的話 那是不是好好來思考說 國家的那個戰略物資 我們水泥業到底要怎麼談 那整體的減碳要怎麼思考 而不是在繼續的做外銷 那這個大概是我簡單先回覆 邱協力的一些想法跟所謂的公平性 跟代表性的這個問題這樣子 那還是說明一下我們環境人保養基金會 跟綠色公民形容聯盟 地球公民基金會 跟台灣環境規劃協會 以及台灣氣候行動網絡研究中心的 我們有幾個主要對於探費的一個訴求這樣子 那第一個部分 我們當然是認為收費的時程不要再延當了 一定要在2025年去起徵這個申報跟小達 所以我也感謝邱協力提到說 就是今年開始這個排炭就開始要有價化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認為說 其實我們認為探費的部分是在優惠費率的前提下 起徵的探費應該是新台幣500塊 那並以2030年時增加到這個逐年上升 增加到每頓這個新台幣3000元為目標 逐年調升去落實所謂的世代增益跟污染者付費的原則 那當然我們也很理性地去思考這件事情 假如如果真的優惠費率得上落的話 那剛才提到的這個 不管是施司老師或施司長跟這個蔡處長提到的 這個自主減量計畫的部分這樣子 那我們認為說假如真的 今天要有所謂優惠費率誕生的話 我們覺得 費率一定要從500塊開始談起這樣子 不是現在大家說300塊或者是150塊 那你再給優惠費率的話 那現在還有所謂2.5萬噸的這個免徵的這個門檻的話 那我隨便舉例假如最後優惠費率算一算 像水泥業或者是石化業鋼鐵業 每噸只要100塊的話 那2.5萬噸以上 它假如是2.5萬噸的這個大戶的話 它只要付0.1萬噸的這個炭肥 那整體算一算就只要付10萬塊台幣 所以這個是真的有符合有價化跟所謂優惠的部分嗎 那我們當然認同說 就是減碳這件事情 當然是要所謂的政策工具去思考這樣子 那也回應到說其實不管是蔡署長或者是在年前的時候環境部都有提到說 我們最大的所謂2.5萬噸的這個製造業 我們對到的這個指定目標指定小點目標大概就是 國家現在的24%這件事情這樣子 但我們覺得這是合理的嗎 就是假如你告訴其實第一個減這個24%的目標 你告訴企業界說我們接下來國家只要減24% 或者是我要求製造業只要減24% 他們真的會用力去減碳嗎 他會不會去 他們會不會質疑說碳費為什麼要收那麼高 國家只要減24%左右 而且你又叫我只要負擔24%的責任 我們真的有辦法有力去做減碳的這件事情嗎 我覺得這整體的目標跟所謂指定這個計畫的這個目標 其實都是很大的問題這樣子 那我們認為是說假如真的要有會費率的話 一定是要爭取到500元起徵的時候 促使企業在投資決策的時候以500元為依據的效果 在第一階段2025到2026的時候面對C-Band 尚未進入這個繳納期間 競爭國際國除了新加坡、韓國 尚未強化其碳定價措施時 去面對這個高比例的這個優惠費率才能去克服企業的反抗力道 那我想要再談一件事情是減量目標這件事情 就是自主減量計畫這個事情 我們認為一定要以SBTI為基礎 國際上就已經很明確的一個這個原則定在這邊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去對應到所謂國家減量目標更為嚴格的這件事情 它才可以去取得所謂的優惠費率 那這個是我大概的一個想法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部分關於收費對象的部分 剛剛有提到2.5萬噸的免生額 我們認為不應該提供 那對於鋼鐵業的話 我們認為說所謂的眼睛煤 一貫作業的煉鋼業85%的眼睛煤一定要納入所謂的收費範圍 才可以驅動高爐自騰的探款 那最後一個部分其實是想要跟大家提到 是關於5%的這個國內外 因為剛剛蔡所長是說 這個國內外的探權的部分 可能會開放5%左右或者以上的這個機率這樣子 我們認為說應該這個應該是最後階段 就現在在社會上面大家一直在封探權 覺得探權好像是一個賺錢的一個企業 這個訊息其實我們認為是錯誤的 政府有必要去說清楚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我們覺得要買探權這件事情 一定是最後最後的手段這樣子 那我們現階段是認為說 要不要談5%這件事情 甚至是從零開始到最後的階段再談 我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這樣子 以上稍微說明到這邊謝謝 各位長官 各位前輩 各位來賓 大家好 那我有幾點觀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我剛剛聽到蔡所長報告的這個 我們的起增點會有2萬5千噸 逐漸往下下修 我覺得這個政策的透明一點要盡快的 讓全民都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減碳的問題 面對的是進入深水期 但是越來越戶戴價的很少 說近年大高級說不好 但是越戶戴價的很少 尤其是全民 這是一個大問題 那我想這個政策的透明一點 提升點 如果能做全國總歸戶更好 很多的公司 因為現在是用Sight來做盤查 每個公司有三個廠 一個廠只有1萬5千噸 三個廠4萬5千噸 抱歉沒有拿入 那我覺得就跟我們的房地產一樣 要全國總歸戶 你拿越來越多少 你就有戶戴價 我看到全Store 那個餐廳的全Store 有那個便利商店有8000家的 那能源會不會超過 我不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我們大家談 因為真正要減碳 不是靠製造業 要做到全民 所以這個起升點往下降是非常重要 這政策透明性 到哪一點要降到哪一點 大概要讓大家知道 大家才會有感覺 就像這一次的我們要探會 我看很多的公司開始就做轉型 像台銀很早就做轉型 但是我們看到司法業 等到開始要做探會的時候 台銀就開始動了 其他的司法業我還沒有看到什麼大動 這為什麼 因為 它會刻在台銀集團上面的金額非常高 它是非動不可 那這個是經濟學家談到的 碳定價的power 所以我們要善用 同時我也希望說 碳定價是一個棍子 同時也是一個蘿蔔 如果我們把那個錢收了以後 要善用它 那這四位一個synergy 會造成一個 我們不管是用在各種方面 比如說這個 我們談到這個空調設備 再補充這等等 這我覺得非常好 第二個的話 我們期待的是 我從產業下來以後 到學界以後 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要點 也跟周主任談到的一個是 我們國家的產業轉型 能不能透過這一次的地碳轉型 這一次環境變遷應應法的致應之下 能轉型出來像美國一樣 以高知識產業為主 然後我們的 offshore manufacturing 盡量的發揮 不要在國內生產 我們台灣做RD 做創新 然後在海外生產 掛台灣品牌 我們品牌現在也很少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為了要努力的方向 我們談了為了台灣的經濟永續 在這一次低碳轉型 不管你這個數位轉型 我們成立的數位部 有真的發揮嗎 那看三五年以後才看得到 但是 真的非常重要 那是經濟永續 非常重要的支柱 那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地碳轉型能做到 那最後我也談了一點 兩點 第一點 我們對綠色通膨我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我個人看法是 要合理的讓這些廠商可以轉嫁 合理的轉嫁 不能在那邊碰風 說 因為水泥鋼鐵 所以房地產要漲10% 那天然還算一算就1% 我這樣合理的轉嫁 讓全民才會有感覺 這個政策我覺得是應該要實施 那第二個我覺得說 不要誤解說所有的減碳 都是環境部承擔的 所以環境兵潛網你們看得很清楚 能源轉型 那個部分 抱歉那是大偷 最大宗的環境部 環境兵潛網你們有管 你課不到 你課不到它的碳 你盤它75% 但是呢 你面57%是 都電力產業 其實你根本管不到它 你沒有棍子給它 你覺得它會變嗎 還有很多是民營電力業 對不對 那我們應該怎麼來做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是 藝術它也不管 所以這是一個全國性的一個議題 超乎於環境部之 但是環境部還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做 我覺得有個事情要趕快做 綠色生活的促進 讓全民有感 願意付代價 來對我們的經營成績 一起來承擔這個 經濟永續的 我們的在國際的信譽 我們這一次在COP28裡面 我覺得我們的臉是變成洗了好幾次 那我們如果不再全民一起來做的話 只靠那個我們談到的製造業 我覺得這樣是不太有效果的 那至於我剛才談到的這個 逐漸降低幾次 這一點都可能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的比例還太少 到時候西邊要談對接的時候 你的幾升年不夠低 你的產業只有其中那幾個重要產業的話 可能會有意會有問題 這個我覺得 其實這樣第一 讓全民有感 讓所有產業有感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靜零的一個大方向 如果能音樂促成我們展業展新 那是我們全民的大幸 謝謝 我們四位與談人都談完 主持人的好處就只會可以講一下 我覺得其實剛才大家談到很多談費 包含共振轉型 包含費率的問題 包含起震點 包含到底要收多少錢 包含C-BAN的邊境調整機制 事實上剛才其實蔡署長其實有提到 我們在QP法裡面一開始提到 是總量管制於排放交易的部分 事實上我覺得那塊包含在我們制度上 我覺得可能都要通盤思考 因為其實像大家剛才提到說 探費100塊歐元或是3000塊台幣 其實歐洲政府比較傾向 其實是排放交易許可的價格 那個其實這部分 當然以北歐很多收探費收容高沒錯 所以我覺得可能未來 我們可能要思考一下 未來的總量管制於排放許可這部分 其實怎麼樣可以趕快就定位 不然的話用單一的費率去科增所有的產業 坦白講我覺得那力道可能會有所不足 因為探費會作為很多內部探金價的基準 太低它就無所謂 太高對有些傳統產業可能太高 可對很多的高玻璃產業 即使是500塊恐怕對他們來講都無所謂 這就是因為產業有產業別 那產業別這個反應在哪裡 其實就是總量管制 我覺得那制度才是真正的可以有效去 尤其是高碳排 其實國際上 剛才其實署長有提到 這個總量管制跟碳費兩者並行 國際上比較多的是高碳排的部分 由總量管制來管理 一般的就是沒有差別的就是碳費來收費 剛才提到有可以折扣的 像歐盟也是 它其實是ETS有一個免費額度 那也是總量管制 所以我覺得這些制度 我們可能要把它界定前途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剛才其實蕭老師有提到 我們邊境調整機制 其實剛才我們市市長有提到 大家注意邊境調整機制是根據產品 剛才其實我們黃副總裁提到 就是我們的碳稅費的部分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跟歐洲這邊扣底 注意我們談所有是組織的碳費 它是產品碳費兩個完全不一樣 這我們要做國際貿易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辦法談 我們一百塊是不是可以跟他講到底五百塊 可是我們是公司的碳費 跟產品的碳費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我們台灣在歐洲的競爭力 我覺得恐怕要小心 至於要靠政府 我覺得真的不用 也還是要靠政府 可是真的 我完全同意剛才黃副總裁講 不要完全把這邊放在政府 我昨天剛好去兩家公司 一家是建設公司 一家是在龜山的鐵皮屋 這兩家 坦白講其實是建設公司 它可能是高攤牌 可是它資本只有1.5億 根本不在我們管制辦 而且它沒有上市上規 可是他們現在都自己在做了 為什麼 一個是市場 一個是客戶要求 所以我覺得有些手段 如果它是來自於 有供應鏈或市場要求的 政府也可以區隔 不用太管 它自動就會去做了 可是有些可能屬於內部 我們台灣在內需市場 它不受外力影響的 它又是高攤牌的 我覺得那可能要選出來 做優先總量管制 我覺得它有辦法 真正降低下來 所以其實 探費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 會影響到公司的內部探量價 會影響到我們的貿易競爭力 會影響到的確我們台灣的轉型 可是它影響的層面 其實真的是相對複雜 所以我才一直認為 其實像周教授辦這樣的一個討論 我覺得很重要 我覺得很多政策需要大家從不同角度去談 所以等一下我會節省時間 應該沒有到六分鐘 我們可以到兩點五十 那等一下我就開放給現場各位問問題 那麻煩等一下問問題的現場的來賓 請你說明你的單位 然後把你的問題剪短 你不用把你的知識再告訴大家 就剪短三分鐘為限 三個人 三個人 看周教授說 三位 那盡量剪短 說明你是哪個單位 然後你的問題 那背景盆盡量不要說明 你要請問在場的哪一位 除了我以外 我不用問 這六位呢 你要指定哪一位來做回答 那當然另外要做補充回答 歡迎 那你希望哪個優先回答也麻煩你做說明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現場 謝謝老師 我是整個政大永續民主研究中心的研究員迎接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好今年就要公告2030年的六大部門的碳排放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政府已經有算過 那這個碳費效應下去 那預定2030年 那製造部門、駐商部門 已經有抓出 會造成多少貢獻 就是那個量會是多少 就是總量 這樣 謝謝 你有沒有特別想問 聽起來好像是署長的問題 不過數據大概很難精準 不過可能 放下還是 你有沒有特別想問哪一位 那就請署長 因為他應該比較知道整個數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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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想其實可能 就從大方想來 不一定數據很精準 好 那我們三位就是問完以後我們一起回答 那到 這邊 等一下那邊中間小姐第三位 請問完 各位主持人好 各位長官 老師們好 我是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的冠輝律師 想要問的是 因為剛才有提到是 2.5萬噸逐年下降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那張圖應該是針對500夾 目前的排碳大戶的500夾 逐年下降 那就是在這500夾以外的其他的減碳 因為其實剛才總裁 黃總裁提到的這個 就是要盡量去擴大 那到底就是 目前排碳大戶以外的對象 我們不管是在2030以前 或者是以後的設計 就是碳廢或者是碳廢以外的設計 我們目前沒有什麼規劃 因為目前看起來也不會特別去收他們 那目前做的 其實目前做的能源轉星 針對這種電業的排放 其實也是很多都是被算在排碳大戶裡面 因為他們都是大量的間接排放的用戶 那剩下的對象呢 就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期待說 排碳大戶以外的對象也可以進來減碳 因為其實目前的碳權 最後也會不會被算到排碳大戶裡面的減量去 因為它就是賣給排碳大戶 那最後這些 好像我們的這些減碳先例 都被算到排碳大戶的減量裡面去 然後我們又只期待排碳大戶減24% 那就是其他的 可能其實另外一半的碳覆蓋率 是沒有在認證處理的 不是說任何的 不是目前大家主要討論的一層裡面 大概還有一半 我們要怎麼去處理 有沒有比較具體的時間進程 謝謝 謝謝 我們第三位看在中間 小姐 後面 你好 我是中研院社會主委 國書號我叫黃柔菲 非常感謝今天的雨潭 然後我有點問題想要詢問一下 就是我們署長跟市長這邊 關於就是因為碳費帶它這個費 我們收到碳費 那這個碳費要怎麼使用上 我還是有點困惑 雖然說法規是有規定說它使用的一些方向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委員會來成立去決定說哪些是優先排序 還是說其實就是由費力委員會這個地方去做一個討論 謝謝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 因為看起來三個問題都是署長為優先 不過署長你可以沒有回答的就由其他來補償 那等一下我們署長回答完 我們在其他每一位我們請大家在補償會長 署長請 謝謝 首先我們有第一位這個政大的同學 就是問到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 那因為按照氣候變遷因應法的規定的話 它就是要被在當期的開始的前兩年要提出 那第三期因為是2026到2030 所以依照法律的規定 我們就必須要在2024年提出 所以我們現在確實跟六大部門正在討論 我們第三期的階段管制目標 那跟前幾期不一樣是因為 我們跟著氣候公約大部分的國家地約方 我們都有提出而且也更新了我們的NDC 也就是在前年底有國發會跟各部會 我們提出來我們的NDC是要比基準年增加 就是減少24加減1% 那這個NDC它當然是當時基於這個 就是12個關鍵戰略提出來 有一個比較大略的一個企圖心的一個做法 但我們很多的在場的朋友可能覺得這個還不夠企圖心 但是其實那時候也去計算有去討論出來 但現在真正在做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更精準就是剛剛同學提到的 六大部門怎麼去分配 那這很重要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部門 其實要去運用我們再到2030年的經濟成長的這些推估的資料 然後各部門提出來可能有用電會成…是不是用電的需求 然後我們的能源供給去做一個綜合的討論 所以目前每一個部門到底到20… 我簡單講就是說 我們如果以去年公布的國家的清測的話 我們到2030年用這個減24加減100萬噸的話 全國的總排放量就要從290個百萬噸 要降到220個百萬噸 這個是按照這樣過去的清測去做一個推估 那這樣子一個減量 每一個部門大家分擔多少 然後我們的能源它會減多少 其實就目前在精算 那我們接下來也會按照法律的程序 會各部門去做一個討論之後 那接下來有這個公廳會來徵詢各界的意見這樣一個程序 那第二個就是說 剛剛這個…剛剛這個冠輝律師有提到的 我沒有很精準的抓到你的問題 也許我等一下四次可以幫我的忙來回答一下 那那個中研院這一位就是小姐提到的 就是您提到說這個碳費的這個支用用途 因為按照氣候法的規定的話 這些基金它未來成立就是行政院依照預算法 它必須要有一個基金的一個收支保管辦法 所以未來這些基金的運用 第一個它當然必須要符合氣候法裡面規定的用途 那這些用途怎麼去支用 怎麼去弄的做這個分配的話 就必須要透過這個基金的這個收支保管運用辦法裡面 它會成立一個基金的管理會來做這個討論 所以這些工作也會陸陸續續來做一個推動 好 那我們麻煩次次講 那個剛剛 剛剛官惠律師的問題我想應該是說 我們起徵點2.5萬噸 那個是基於我們第一批加第二批盤查的對象 是以2.5萬噸 那您的問題應該是說 我們這個2.5萬噸要求要先盤查 後來未來再這個思考 會不會把碳費收費對象往下拉的問題 對不對 就已經不是那個單純落入 落入收費對象再扣2.5萬噸的那個問題 對不對 應該是吧 應該是 好 那這個我想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啦 我們其實溫室氣體盤查本身 它就其實是一個減量工具 為什麼 因為就好像我要減肥 真的我需要減肥 我每天量我的體重就會知道我應該要減肥了 因為我會用這個譬如說正常的這個PMI去決定 我是不是要減肥 所以2.5萬噸要盤查這件事情 我們未來會不會把需要盤查的這個噸數往下拉 這個其實我們也是有在規劃 因為請譬如說如果我們今天把需要做這個盤查 然後提交報告的排放源 從2.5萬噸一直往下拉到2萬噸 甚至拉到1.5萬噸 那其實像剛剛我們包括這個防腐總就是余財人 然後還有各位很關心的 幾乎另外50%是現在不用納入財費對象的 他就會開始去盤他自己的排放量 所以確實我們有我們不可能說一直到2030年 永遠都是只有從2.5萬噸以上要求每年要盤查 登陸查然後要這個查顏然後接著要收探費 我們是有規劃這個要在2030年之前 我們把這個盤查公共對象一定會要擴大 因為擴大我覺得第一個步驟就是讓排放源先知道 因為通過盤查其實很多排放源 他會比較確切知道我的溫室氣體排放是製程 製程了哪一個部分還是用電 他下一步其實就很好去規劃他要怎麼做減量 所以我想這樣應該是有回答冠輝於是您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是不是蕭教授剛好應該很多沒講的 蕭教授剛好應該很多沒講的 蕭教授剛好謝謝 沒有我只有兩點來回應一下 第一個就是水泥工會這邊提出來 特別我在報紙上也看過很多次 說你們對於進口的水泥還有熟料 還有不公平的競爭的問題 我想這點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進口量佔的比例好像還不小 我去查了這個數字 其他石花葉大家不太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進口不多 他出口很多 可是呢這水泥的進口是蠻多的 那我是非常支持這水泥也做這個爭取 因為西邊歐盟的西邊也是這樣爭取出來的 也是他們的國內的受到這個碳交易制度 ETS制度之下的這些高排放的這些產業爭取出來的 所以是要爭取才會有 所以拜託 那這個制度當然比較麻煩 那它是對產品課稅 所以要對產品的隱含的碳排放量要知道 那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出口的到歐盟去就要做這個工作 出口了就歐盟要這個可能我們就要做這個工作 所以這個可以從可以開始進行 我認為環境部應該要馬上要開始進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盤查的對象 現在是那個盤查登錄及什麼什麼辦法 查驗辦法 那它有第一批有第二批 然後就逐漸的擴大它的範圍 那我是同意應該要趕快擴大 現在的那裡面有一個各行業 我剛剛念了最下面那兩個 一個是各行業 可是它被限制要在製程裡面 所以呢我就一直很奇怪 為什麼高鐵它不用繳三順 不被盤查 高鐵公司為什麼不用盤查 台北捷運為什麼不用盤查 它是可能就在那裡面有一個名字說 一定要製造業 所以說這個是很容易做的 很容易 而且這個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 然後再來就是汽車 汽車的排放量 汽車 飛機 要排放量 那這個我為什麼不做 這都很 都有數據在 都很容易拿到數據的 為什麼 所以我就是這兩點 謝謝 好 謝謝蕭教授 那是不是我們另外三位一談人 我們 不一定根據剛才三位問題 如果各位剛才有講沒有 講清楚可以 是我們哪一位要先 還是我們秋 先幾號 有沒有 請補充說明 教授在講還是要針對行業別來 不然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說政府這邊的 因為母法公布 相關的執法 還沒有看得很明確 能不能進展的公布 大概是這 好 謝謝 那是我們林研究員 謝謝 那先回覆 當然第一個 就是剛才那個 林杰博士有提到說 那個減碳目標的部分 因為我們跟環境部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覺得氣候法應該在 去2024年的1月1號前 就要提出那個第三階段的檢量目標 所以我們在憲法法面 有提了一個憲法訴訟 就要求他們一定要 尽速提出的一個減碳目標 那第二個部分 回應冠輝算是我同事 我還記得那個彭琴明博士 兩年前 在我們那個座談會的金句 就是減碳目標 角度真的沒有定清楚 沒有定好的話 我們要怎麼成為韓國的歐巴 就是那時候減肥 假如沒有定一個目標好的話 那你要怎麼樣減重呢 我就覺得這個部分 是環境部需要定清楚 不然現在要求製造業 或者是用電大貨24%這個部分 或者是203年的目標角度 沒有提高的話 我們覺得這是蠻有問題的 第三個回應那個 中醫院的那個博士的這個部分 算我覺得這也是回應 蕭老師的對於碳稅的問題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是期待說 趕快環境部 當然在場應該是財政部 就是接下來 怎麼銜接到碳稅這個規劃 應該趕快出來 但是現階段其實在 氣候法裡面的碳費規劃 不只是減碳還有調試 還有所謂的公正轉型 等等的東西 其實那個費用的 用擴增的領域是很大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稍微解決 以前可能環境部常常會說 這個專款專用的特別公費 這個討論 因為它其實是擴大了 不只是減碳 甚至是調試 或者是功能轉型的運用 那接下來也期待 大家可以再繼續關注 到底接下來政府 怎麼運用這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怎麼用這件事情 跟大家講清楚 也會得到大壯的支持 謝謝 謝謝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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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是再次強調說 其實你的下降 能得到全面性的 大部分的產業參與 是非常重要 那綠色生活 從全民的角度來看 我們做top down 他們做butt up 那第三個 我剛剛露了一點 就是新加坡模式的 我們碳匯的模式 把它清楚化 怎麼樣升級到國際接軌 我覺得這要盡早的做 讓產業優秀準備 不管我們起承點是怎麼樣 但是大家都要知道 其實很低那是一個過渡 早晚一定要國際要接軌 那這個政策一定要很清楚 像新加坡一樣 他把它公告 那大家就知道要怎麼做 這樣大家就有著力點 我們像經濟部也有著力點 那個產法局 我的局長都 那個署長都來了 就會有著力點 大家都要知道 探定價是非常銳利的一個 政策工具 要重溫的利用它 那我想大概就這樣跟大家報告 謝謝 好 我的責任應該就是 讓準時結束 所以現在剛好2點50 所以周教授 可以到此給你段落 再用大家30秒 我覺得其實碳匯真的是很抓手段 不過我覺得真的要急不急 包括剛才講運輸 在我裡面 台用國際沒有的 就像在Seabank裡面 大家不知道請不清楚 Seabank產品是不含運輸的碳排放 鋼鐵、鋁跟輕人 還不盤便利排放 所以跟產品盤槽還不一樣 那這個碳關稅是跟ETS 就是跟總量管制的 排放是扣接的 不是跟我們碳費 所以這整個制度 其實真的要有個 宏觀性的框架 然後逐步去時間 然後每一個到底要求是哪個 我覺得要對準清楚 不然在國際上 我們競爭力會很危險 另外2030的目標 已經很明確了 剛才講SBT其實就是42%至少 現在我們這40%當然我覺得已經很難了 可是這個目標沒有去做 我覺得恐怕會有點辛苦 不過也不用擔心 我們台灣的外銷產業一定會做到 因為國際要求 所以他們一定會有42% 所以要想的是 我們其他沒有被國際要求的 怎麼樣往這個目標走 那如果其他又在做 或許樂觀來看 國際的要求可能會讓這些大公司 就是往那個方向走 那我想其實2點50 我們這階段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進到下一個Session 謝謝兩位報告人跟四位女孩們 謝謝